这是刚才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通道的是一个用法 通道的一个操作 通道的基本操作 等我下午再补充一下 这里面再写上一个 无缓冲 通道和缓冲 什么叫无缓冲的通道 什么叫缓冲通道 就是我们定义这个通道的时候 我们在用那个函数做数字化的时候 我可以给他指定一个什么 什么叫容量 这个容量 可以什么呢 可以通过内置的cap cap这个函数拿到的 我们写一个例子 channel02 然后这里面写上 运点高 才可以指 通道 无缓冲 首先来说无缓冲通道 无缓冲通道是什么来的 什么来的 就是我make的时候 我不给他指定什么 不给他 这里面写个波尔茨 可以吧 波尔茨 这样写 相当于我这个ch 他就干什么 是一个无缓冲通道 比如他里面没有空间 去存放一个什么值 只能怎么办 我要传的时候必须要有人接收 我要发送的时候必须要有人接收 比如我这里面ch 我这传一个f 可以吧 能传进去吗 你这个代码就干什么 就在这一行就可以卡死了 就夯住了 就阻塞了 能力吧 一直等待 一直等待 只能等到什么别人从他在里面去取值 那怎么办 我是不是现在也可以起一个另外一个狗鲁挺 对吧 我在这里面写上一个funk 写上什么呢 叫 send review 接收 可以吧 接收 我这里面干什么呢 我这里面接收一个参数 对吧 我从哪个通道里面拿值 是不是要传给他 他上面写的ch吧 他这个类型是什么 是不是颤 然后传一个布尔值 这是他的类型 能看懂吧 我这个ch是个变量名 这是他的变量的类型 可以吧 然后这里面写上 我从ch里面是不是可以接收值 扔掉了 取到值扔掉了 可以吧 我在这个地方就干什么 我是不是提前起一个狗鲁挺 狗鲁挺叫r1cv 就跑了 把这个ch传进去 ch传进去 可以吧 这样的话我这个代码 不相当于 从上往下 怎么执行的呢 先创建一个ch通道 这个通道 我干什么呢 把这个当成参数 起一个狗鲁挺 什么相当于把它传进去 我在这个狗鲁挺里面 做了什么事情 就是从这里面是不是取值 这里面写上it 拿到它吧 pn打印一下这个it 可以吧 结果 最后这里面写上一个 可以吧 我们看一下 在中端中 打开 我这样 我考一下你们这个地方我不写这个go 有什么效果 报错 我先编一下 执行一下 ch 这个代码就是报错 报什么错 为什么呢 我现在这样写这个代码是不是快行的 首先呢 我创建了一个通道是ch 然后呢 调用一下r1cv这个函数 我在这个函数里面 这句话干什么 怎么一直从这个管道里面去接收值 一直接收值 如果没有值干什么 我说不就在这等啊 一直等一直等 一直等 这个代码是不相当于走到这一行就走不下去了 能理解吗 走不下去了 所以说它就叫deadlock 叫思索了 程序就夯在这里面 这个fattle是错误吗 是错误吗 fattle fattler肯定是错了 所有的狗肉亭都在等 都已经在那等待了 所有的狗肉亭都在等待 可以吧 那我这里面加上一个go 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起另外一个狗肉亭 我说起另外一个狗肉亭 这个狗肉亭和我这个密函数相当于干什么 是不是同时同时进行的 同时进行的 然后这个地方他先跑起来 都不一定什么他先起还是继续往下执行 能解吗 假设这个r1cv这个函数起的非常快 他走到这一行是不是就在那等待了 那这个是与此同时我这个密函数继续往下走 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就能够把这个值放进去了 这边这个值一放进去 我这个狗肉亭是能不能取到 这个狗肉亭就能取到这个值 他就能继续往下走 同时的 能理解吧 看看 cls go 最后的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拿到这个值 然后密函数结束了 对吧 这里面说一下 狗肉亭什么时候结束 狗肉亭什么时候结束 不是我就问你狗肉亭什么时候结束 怎么这个还有疑问 对啊都是狗肉亭 什么时候结束 狗肉亭什么时候结束 还是不知道 因为我上面说了什么一个狗肉亭是不是对应一个 一个函数 一个狗肉亭是不是对应一个函数 哪怕你是面函数 也是一个狗肉亭在跑能理解吗 就是我刚才忘了说啊 就是我们在启动一个购项目的时候啊 启动一个购程序的时候 这个密函数他会分配一个狗肉亭去跑 能理解吧 这个密函数 这个密函数也是一个狗肉亭在跑 如果你在这里面再创建其他的狗肉亭 相当于我是不是又创建了 有密函数创建另外一个狗肉亭去跑啊 对吧 就是这个啊 密函数一结束了 其他的什么 其他由他提供的狗肉亭是不是也都结束了 能理解吧 不是有他提供的 不给他管啊 不给他管啊 意思是他提供了一个狗肉亭 还是有他提的嘛 不要叫这个字嘛 对吧 那狗肉亭什么时候结束呢 就是你这个狗肉亭对应的那个函数 函数结束了 狗肉亭就结束了 能理解吧 函数结束了指的是什么 回蹭了 那也吧 回蹭了或者说执行完毕了 代码都是全部执行完了 其实他就引试了会有一个 函数函数了 这个狗肉亭就结束了 不管是密函数还是其他的函数 都是一样的 这个跟你说一下 好了 刚才这里面我走到这个函数执行完了之后 现在我在这个密函数就结束了 上面那个值也能拿到 这里面为什么不用wait group 问题非常好 这个问题非常好 这里面为什么不用wait group 你看这个RECV这个函数 我是不是用了一个单独的狗肉亭去跑的 这个狗肉亭 就没有结束 这个狗肉亭是没有结束的 对吧 什么时候会继续往后走呢 当我这一行一执行完了之后 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就继续往下走 能理解吧 相当于这个狗肉亭他不会这么很快的就结束 为什么 他是不是在等着一个信号 等谁呢 等到我在主函数里面 把这个处是不是这个变量放到ch里面 这个值放到这个ch这个通道里面 他才这一步才会继续往下走 能理解吧 然后这个放完了之后 他就直接执行就完了 他执行完了 对 这个是没有阻塞的 对吧 你可以把那个取 就是直播中的那个取 取得放到最下面 这样就能保证他 完成阻碍之后 他也会走到下面 就是他意思 你这个通道 是吧 堵塞了之后 是吧 你相当于你这个狗肉挺停住了 但剩下五含数 其实还是往下走的 对吧 那这个意思 那你可以简单怎么办 你等着把 不能这么写 是吧 这个看你执行的效率了 对吧 执行的效率了 你这里面如果说这里面 他放进去也能处 对对对对对 是那个意思 就说我这里面代码是要放进去了 下面没有这句话 相当于我的主盘处就结束了 主盘处结束了 那这个地方 他有可能打印 他有可能也没有打印 那么 还一平方下 你能打进其他的这样的结果 那你相当于什么 还不如直接用维特骨肉捆 对不对 这是我们演示简单的代码 懂了 那你实际 实际中 你肯定是要干什么 要等着 这个东西可能是在什么 这个主程序 不可能是这么简单的就结束了 对吧 看一下 有的时候是有的 有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的 有的时候是有的 有的时候是没有的 看到没有 为什么 这个狗螺银他启动啊 快慢啊 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控制的 有时候起的快 有时候这个狗螺银非常快 是吧 拿到这个值之后 他还没来得及打印 我的主程序就结束了 有的时候他打印得更快一点 主程序才结束了 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再往下我们看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无缓通的 有缓通的 什么意思 你看啊 我们在创建或者处始化这个通道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给他指定一个通道的这个容量 对吧 这里面写 写了个1之后呢 我这里面可以干什么呢 print一个 这里面可以用内置的lan函数 这个lan函数能拿到这个ch在干什么 他现在内部存放的数据的数量 是用的非常非常少 非常少 还有个cap cap拿到他的容量 叫ch 可以吧 我来看一下 我这里面先注释一下 可以吧 先处始化 然后呢 这里面是指定了一个缓通区 lan看一下他里面有多少数据 这个cap呢 看一下他那个什么 他有多少容量 是不是0 里面数据是0 然后这个容量是1 这两个用的非常少 你知道可以这么用就行了 我也是 我肯定放放一个数据吧 放一个ch 往里面放一个 foss 1 不耳直 gobel的 然后channel 这里面是它的长度是1 容量是不是也是1 然后呢 我现在再往里面放 是不是就卡住了 就是阻塞了 阻塞了 这个代码是不停的 这一步就停 就停止了 就是阻塞了 阻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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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 获取 数据 量 cap 是 获取 容量 可以吧 这个啊 然后呢 来我们看一下 go recv 还是跟刚才一样 是吧 从里面取直 取到之后怎么办呢 打印出来 这个处是上面放一个foss 下面放一个处 是吧 看一下 这里面相当于这是打印容量 这个地方foss谁打印呢 是不是我这个recv这个函数里面打印的 然后呢 这个min函数这一步走能放进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上面放了一个 我是不是取完了 他这里面取完了 取完了之后我开再放 然后这个函数继续往下走 没问题吧 就叫有缓通的 有缓通的通道 无缓通的通道 它实现了一个什么 相当于交接法一样 是吧 我给你举例子 你跑四乘四 四乘一百的接力的时候 我这个人递棒 那个人必须要接上 对吧 相当于这两个人 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结同工作 他就同步起来了 无缓通通通道 相当于可以干什么 什么一步 一步的操作 比如说咱们今天这周的作业 我之前记录日志的时候都是什么 我在代码里面 是不是相当于log 什么什么.debug 记录一条信息 这条信息必须要写到文件里面 写完了之后 才能继续往下走 对吧 但是这样的话会有个什么问题 当你的 你说你的 你的这个程序并发量 或者你的访问量非常大 你的这个代码里面记了好多条日志 每记录一条日志 你就要去往测盘里面去写 对吧 这样的话你的业务流量一高的时候 刚才写日志的耗时 是不是特别的费时间 你能怎么办 你现在这样写相当于 我这个日志必须记成功之后 你的代码才能继续执行下一行 这个是不是叫同步的 从上到下 我串行的 那我可以 对于我的业务来说 对吧 你这个记录日志记录成功了 还是记录失败的 对于我的业务 其实是没有特别大的关系的 对吧 你要买个东西 我为了记一个日志 我先让你先等会儿 先付钱 等会儿付钱 先把我日志记完 需要这样吗 不需要 对吧 应该是让用户直接去走这个流程 我的记录日志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一步的操作 对吧 包括大家注册某些网站的时候 是不是有那个填那个什么 验证邮箱 对吧 你填一个邮箱之后 是不是你登录你注册进去了 他通常会发一个邮件到你这个邮箱里面 是不是你点一下那个确认 是不是实现一个邮件的一个 邮件的一个什么 是不是就叫认证 对吧 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这个邮件没有点那个链接 他就他就不让你 他就停在那个注册页面不动了吗 是不是不是的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你去注册一个网站 你前一个邮箱 是不是有一个发送验证 点一个注册 一点注册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邮件没发出来 那你这个网站就停到这个页面吗 不是的 他肯定是先让你是不是进到这个网站 等到后面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了 你收到那个邮件了 是不是点一下链接 完成了一个邮件认证的一个操作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异步的 对吧 我不影响你这个主线注册的流程 但是呢 你这个肯定是有一个别的任务 在跑着这个发邮件 确认邮件这样一个过程的 这叫异步 同理咱们这个写日志也是可以这样做的 你想我在业务代码里面写记录一条日志 这个日志 我有必要现在就写写到文件里面去吧 这没有必要 反正我时间点哪一行哪个文件都有了 我至于什么时候写 是没有关系的 我完全可以起一个后台的服务 对吧 去专门写这个日志 那这个东西怎么做 这个异步的操作 你可不可以用通道 对吧 你在业务线上记录日志的时候 把这个日志信息现在不写 是不是把它发送到通道里面去 发送到通道里面 然后呢 我提一个另外一个阁路 挺深的在我的后台一直跑着 从这个通道里面拿日志信息 是不是记录到文件里面 拿日志记录到文件里面 能理解吧 这样一个过程 这叫直接就异步了 把非关键的流程异步化 提高你程序的一个响应速度 把非关键的步骤 异步化 就放到后台 或者是起另外的任务去执行 这样一个 关于无款通和有款通的通道 这是一个区别 接下来咱们看 还讲了 要不下午讲吧 要不讲这个循环区 好吧 那下午讲吧 好吧 中午还是一个半小时 好吧 一个半小时就是12点半 加一个半小时多少 2点 2点 2点回来 赶紧吃饭去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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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